这是一款闭上眼睛能看到另一个世界的游戏 或许眼前是温馨和谐的家园 或许眼前是血肉模糊的地狱 能否分清哪个才是真实的景象 这个游戏应该叫做 MAPTA NO UNA NO SEKAI 它的意思应该是眼皮里的世界 眼瞼里的这个世界啊 其实就是闭眼后的世界 那这个游戏呢 睁眼和闭眼 它是完全不同的两幅景象 有一款游戏叫做杀耶之歌 这个游戏有一点那个意思 等会儿我闭着眼睛玩 等会儿这样玩 大家看游戏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好 现在开始吧 三日 这个是三天完成吗 好吧 现在看看有什么不同吧 自己的身影 有衣服了 看这个游戏有什么大不了的 锁门了 诶 这怎么出现一本书啊 闭上眼睛 按A切换世界 哎呦喂 看一下吧 这边有血迹 反正闭眼了 看照镜子照不了 我估计闭眼了 就是让我们可以出门 对吧 打开了 也 先看一下啊 这边很正常 我们先 先睁眼 哎呦 早上好 潮音 你找到你要找的东西了吗 闭上眼睛就黑屏了 这有个什么东西啊 看看 我以前开始就喜欢沉浸在幻想世界中 闭上眼睛看眼皮背后的世界 不愉快的事情之类的 辛苦的事情就能被忘记 这是一个备忘录 哎 这个人 这个人还在吗 这个 这个人已经挂了 好像 这有一个人 闭眼睛走路很危险 你在找谁谁吗 来吧 在这附近我没见过 哎呦喂 他变成啥了呀 这个 闭眼后的世界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啊 这个游戏可真温馨啊 天气真好啊 你似乎在找什么 你开心吗 What the 变成了个啥呀 这是 变成番茄酱了 这有个人 这又会变成什么 姐姐经常闭上眼呢 Why 哎呦喂 我一闭眼你变成一头大便呢 这一个景 景好像没问题 但这有个文件 好像 我生病了 我是个病人 因为幻想P太严重 似乎太过执着 这只是我的幻想吗 所以我经常吃药 这又是一个备忘录啊 我可以开吗 打不开 哎不对呀 我都明明已经闭眼了都打不开 这上面还有吗 我上面 哎这什么 被某物堵住了 这什么鬼 这玩意儿 像个爆炸的呀 石头肿瘤啊 现在可以进哪个门 我不知道 这个门可以进 这倒是有个人 我们先问问他 这里没有 你也真是执着呀 这这有个文件啊 他这个人变成派大星了 正在寻找 只要是能为这把钥匙打开的地方 我想 捡到个钥匙 哦耶 耶 耶个什么呀 耶 怎么说这个东西 嘿 什么什么的那个子愿将 这个有点 虚 最好不要谈论太多 真可怜啊 他还这么年轻 第一天他写的是三日幕 第二天变成二日幕了 是不是还剩两天的意思呀 这边有一个镜子上沾了血 闭上眼睛看到不同的世界 这边应该没啥东西吧 感觉 可以直接出来吗 今天 今天在找 希望能找到 我到底找啥呀 不知道找啥呀 但今天现实世界已经有血迹了 这看得出来 我昨天拿到了一把钥匙 我记得 可以保存一下 对 今天这可以 哦 这可以走了 那我那个钥匙的话 能打开哪 哎呦 他这个床上怎么 这边有一个 不想要痛苦 也不想要疼痛 真讨厌 踩到这个还有声音 打不开 这边呢 这坨 啊啊潮烟是需要药吗 我把钥匙丢了 你钥匙在我这儿呀 我给你 我给你把钥匙剪了 不好意思 我想还给你都还不了 我现在去走上面看看啊 这有血迹 这只猫呢 这个猫怎么了 猫死了 他会不会就是闭眼后的世界会逐渐的变成现实世界啊 这边走不了 对吧 对 现在第二天这边还走不了 这有个人 你在找东西 难道不是自己最清楚自己存在的地方吗 这人没了呀 实际上 有没有可能他最后反转 就是这种白天的景象是幻想 现实生活中 真实的景象啊 有可能是这个啊 很恐怖的这种 这什么 我的世界非常黑暗 只有血和肉没有人 所以他开始幻想对吧 我懂了 所以他开始幻想啊 因为他的世界里面只剩下血和肉了 那个杀业之歌 那个游戏里面就是 那主角疯了 这个人 你为什么总是闭着眼睛 你看 我这明明是大白天的 我跟他说话 他说我闭着眼睛 那实际上他就是这么一坨 番茄酱变成的 对吧 这剧情大家可能都已经懂了 说不定主角也是一坨番茄酱 啊 有道理啊 现在该去 哦 这有个洞是吗 这个洞从哪过去呢 这边 哦 对 哎 这也下不去啊 这上面我上不去 两边都堵住了 这玩意儿怎么过去呢 在镇上到处走动 失去了重要的东西 一脸这样的表情 这儿有一个 明明什么都没变 为什么 只有我 真相就是我们 我们 这个壁炉啊 肯定不能进去啊 这个 这像个大床单一样 这才是真实的事件啊 我们要习惯接受 真实的事件了 但这上不去啊 那个地方 对那上不去 哦这儿还有一个 人光凭想象就能死去 哦行 人光凭想象 就能死去 他在找什么东西 哎呀潮音 是平常的药吗 哦他在吃药 那我觉得他可能确实 精神上有点什么问题啊 有点疾病 有可能啊 一日幕 应该是最后一天的感觉 那目前看来的话 嗯 哦 这有东西 这是哪里 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 直接就有个东西啊 今天你说什么 怎么了 潮音 昆虫也被这样的情景刺激 疯狂的冲刺 将其推向高潮 这是今天是最后一天吗 感觉 不一定啊 这边有 巨大的声响 然后世界改变了 什么 你能看见吗 优优独播剧场 目前这边还没有什么 格外特殊的 现实和幻想的界限在哪里 今天这可以走了 这都打不开 这什么鬼地方 这个洞 我现在要下去吗 这个洞 我现在要不要下去 我先看看旁边啊 感觉不对劲 只有你吗 其实人都挂了 有什么事吗 这边有 他直接炸了 现实 那目前看来的话 应该只能走那个位置了 我现在应该 哦 这里 地狱正在蔓延 所有人都看起来像一团肉 还要找一个左右的备忘录 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有人吗 舅舅 我不是一直闭着眼睛走路吗 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子愿 今天有没有什么大声音 是啊 你也听到了吗 要去看看情况吗 我的眼睛有点是感冒吗 第四天 前三天过了 怎么还有第四天了 这有点 哦 那个世界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因为这是真的 我现在没办法切换了 真的 现在没办法切换了 这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血迹出来 再见 这就直接跟我再见了 我已经没办法切换了 这些人都跟我说再见 跟着脚印走 行 猫猫呢 跟我说再见 再见 我这里面吗 打开了钥匙 哇 什么鬼 这是一个菜市场啊 图书馆啊 会怎么样啊 轻松死亡药 很轻松就能死亡吗 我使用一下 很轻松 现在感觉 安乐死了 相当于 新闻 目前仍然某某区周边流出的细菌武器 显示出扩散的危险性 周边地区处于完全封锁状态 避难活动目前正在进行着 目前除了某某区居民以外 所有人都已经完成了避难 这种病毒通过空气传播 可能会造成就大伤害 请绝对不要靠近某某区 这种病毒感染者细胞瞬间溶解 变成了肉块般的形态非常可怕 目前还未发现疫苗 所以这个肉块实际上是真实情况啊 对这种病毒偶尔也确认存在天生具备抗体物质的那个个体 那不就是我们主角吗 目前 幸存者只有一个人 是吧 怎么说这个 世界崩坏的那天我还记得很清楚 突然城中的人们发出了尖叫声 身体溶解变成了肉块 发生了什么不明白 逃出了出去 一瞬间城中染满了血和肉 无可奈何差点发疯 于是我采取的行动是闭上眼睛 因为生病从小就有严重空想癖的我 唯独逃到自己的世界里是拿手的 最初的一天 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景象 仍然深深地刻在 什么什么 刻在我心里面吗 虽然不习惯吗 我寻找还在活着的人 但是在城中漫步 一直漫步 除了我之外 只能找到那些曾经是人类的红色肉块 我以为是我变得疯狂了 以为是世界出了问题 那就是 这是我地狱的开始 第二天开始 我决定寻找死亡的方法 不知为何 似乎只有我没有变成肉块 而继续生存 因此比死亡更加痛苦 所以至少在我的心彻底崩溃之前 想死 但是疼痛也让我害怕 苦难也让我害怕 开始寻找能够轻松死去的药 最后不是让你找到了吗 到了第三天 完全能够分辨出眼皮下的现实区别 闭上眼睛 世界崩溃之前的日常映现出来 就算是肉块 在幻想的世界里也是普通的人 第四天就到极限了 再也不想睁开眼睛了 如果再次看到那个世界的话 我会发狂的 这不就是那个 有点像杀耶之歌的那种感觉啊 找到了这个药 然后就毫不犹豫 吃下去 在这里死掉 就这样死掉就好了 结局主要是我们在玩的过程中 已经都猜到了啊 下一个游戏 我们下次再玩嘛 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 该睡觉的时间 马上盖上被子 睡觉 0 6 5 6